连日来,王一北与崔黎定秘密约会的传闻,让中国网友议论纷纷。 故事的缘起是两人都带着一条项链,工作日程有很多相似之处。 当一切都还不确定的时候,最近粉丝们发觉了证据,显示王一北对True Leading的特殊待遇与其他女孩相比。 与女同事一起出现时,王一北总是一脸尴尬,毫无感情,表现出不需要生活。 甚至在合成铁的舞蹈表演中,她也没有搂着她的腰,而是用两根手指轻轻捏住了她的衬衫边缘。 然而,站在崔乐定身边时,王一北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。 粉丝们在2019年明星奖上挖掘了他们的时刻。 因此,在被主办方点名时,王一北不断地转过头,表示等待和支持崔丽婷,因为她的衣服太笨重了。 舞台上举手支持她的英姿萨爽,让网友热血沸腾。 甚至根据一些舞台助理的爆料,在活动开始前,因为True Leading穿得有点节俭,男神脱掉了背心穿在了她身上。 不止于此,网友们还发现,在一档电视节目中,王一北和崔乐定还共用了一个杯子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北一直以干净地并敷着撑,但她依然乐于分享,可见男艺人对学长的疼爱之情。 随着王一北对崔黎定前所未有的待遇,不少网友对两人的关系表示怀疑。 在社交网络上,很多人留言。 他们很相配,他们的反应很自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